嘿,大家好 今天说说啥呢 今天给大家说说大国关系吧 这个争取说个小系列 大国关系系列 为什么说大国关系呢 两个原因吧 一个呢,是大国关系比较简单 因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大嘛 所以呢,这个账呢 就算的比较粗 或者说账算的不是那么细 这个 很多事情 都可以忍的 这个 以大局为重嘛 各自有各自的大局 这个 这个小国呢,往往就会 就会 一点风吹草动 就会有事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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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国的账算的细 所以呢,小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大国之间的关系比较简单 然后呢,这个 这个小国和大国之间的关系呢 又相对复杂 或者呢,也有非常简单 这就小国嘛 他有的时候在大国 之间他他不得不依附 这个 这个也说一句话呢 也没有什么太多好奖 他不依附真是真是就活不下去 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必须,必须以附 啊 为什么 还是要稍微多解释几句吧 为什么大国关系比较简单呢 这个 用中国人一个传统的话说吧 就是 就是 合而不同 或者呢 再说一点呢 就是大国嘛 因为他要顾全大举嘛 账算的比较粗 因此呢 也可以用这个 这个君子来形容大国 小国呢 账算的细 所以呢 也可以用小人来形容小国 小国有些时候 不得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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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一点 那是因为没有力量 有力量 他也不会的 他也他也会 斤斤计较 这个这个 那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天的德国了 这个好像看上去这个是吧 很很很那啥的 那那一战二战是不是 所以 所以这个这个大国呢 他之间呢 有点像呢 这个 和而不同 有点像呢 这个 君子之教淡如水 因此呢 大国 不可以像小国一样 这个 小人之教黏如漆 也就是说 美国和中国这种 这种这种 这种打来打去闹来闹去 这是非常正常的 两个大国呢 不可以走的太近 太近了 其实不好 这就这个就涉及到这个这个咱们说这个大国的关系嘛 那么那么从从这个人人的最基本的关系来说吧 这个一一一切都相同 对吧 都非常亲近的 那就是一家人了 那那一家人也也还也还也还夫妻还吵架呢 是不是 父子还反目呢 兄弟还还还还还还这啥呢 还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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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相产杀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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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牙还咬舌头呢 这都这都是这都是难免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这个这个咱们看人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吧 一旦相同了以后完全相同了啊 那就是你的牙和你的舌头这么近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这个兄弟的关系 父子的关系 往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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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起来更更残酷 所以呢看人的关系呢就先先看差别啊 一切都相同了以后反而这个这个这个距离就远了 因为因为无所顾忌了嘛 那么看人的差别呢 最早的差别就是最明显最早的差别 就是就是这个种族差别了 长得不一样 长得不一样 是吧 然后呢 语言不同 这两个差别呢 在今天呢 基本上已经可以说是人类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吧 人类不会这个仅仅因为语言不同 或者说肤色不同 种族不同 而敌对 还会有还需要别的理由 所以语言和这个种族的差别已经被我们解决了 或者说已经是历史了 这些这样的差别造成敌对关系已经是历史了 那么现在还剩下什么东西是是可以造成敌对关系呢 宗教 不同的宗教呢 这个在古代的时候那那是那是这个这个敌对的关系 这个你比如说基督教吧 基督教看别人的那个异教徒 那异教徒就是就是就是要杀的 那无神论这个比异教徒还要更坏 因为因为他认为无神论没有信仰 异教徒骂再坏好歹人家有信仰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这个美国人可以接受李洪志 可以接受达赖喇嘛的原因 虽然虽然这个对佛教了对基督教来说佛教和和和和这个法轮功 这都是这都是魔鬼的邪教啊 哎但是他即便是魔鬼的邪教那个也是教是吧 呃他们的信徒也有信仰只不过是信错了而已 那么共产党无神论呢或者其他的中国人无神论呢 那就是完全没有信仰 因此呢你是你是敌人 当然了这个话现在不能这么说 而是而是用这个这个那么下他就引出来下一步 下一步就是说这个宗教好像似乎 作为决定这个人的这个差别而成为敌人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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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或者说条件好像也不能不足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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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这个让人成为敌人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说人类也跨越了宗教啊 就是不同的宗教也可以作为朋友 不同的语言也可以作为朋友 不同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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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不同的制度 现在是是好像还跨越不了 你是独裁我是这个这个民主啊那我们就一定要 为敌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啊 中国和美国这个为敌的这个理由就在这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事呢 这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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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实的问题 就是两个人的关系或者说或者两个大国的关系 既然是和而不同吗 或者说不和 而而而不同 这中间呢就就要有竞争吗 竞争呢就是大国吗 那自然就是方方面面的竞争 那个最简单的分类就是一个虚实了 虚的方面的竞和实的方面的竞 虚的方面竞呢 那就是说古代讲就是宗教 现在讲就是意识形态 实的方面的竞呢 那古代也是一样 现在也是一样 都是都是物质利益了 或者是土地 或者是水 资源 资源嘛 古代的时候就是水了 这个土地了 现在就是土地底下埋着东西了 然后当然还有海洋 这些这些物质物质竞争 这个那么那么 以后下面就从这个从这个 虚实的这个竞争之来说说大国关系 也就是意识形态和利益和物质利益这个竞争的方面来说说大国关系 这一个算是算是第一个吧 算是个引子 下面下面就具体说这个这个虚实 是个引子 是个引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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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